马格丽特宣告单身回归。 田县张飞相吻。 张飞与马格丽特默契依旧。 图华市提供,200118万0306。 现年38岁的白俄罗斯籍艺人马格丽特,在消失目前6年后,于今6日录制综艺非常赞。 过去曾是张飞爱飞的她,一见面就紧紧勾住张飞的手,更喊话与张飞有如同家人般的感情。 还在现场送上香吻,让张飞龙歇大悦,狂赞马格丽特保养的仪,还是跟过去里一样美。 张飞与马格丽特过去的绯闻吵得沸沸扬扬,两人还曾在金钟奖典礼现场大喇舌,但马格丽特随后曝出已婚身份,就此与张飞渐行渐远。 如今张飞身边有俄罗斯籍艺人安妮,马格丽特也表示,之前安妮曾向别人透露两人认识,但其实只在节目上遇过一次,不明白为何对方要这样说。 张飞与马格丽特曾传绯闻。 图华市提供,2001-180306。 马格丽特去年传出与意大利男友Marco远距离恋爱7年,Marco二度求婚遭他拒绝,现今处于冷静期。 问及感情状态,马格丽特表示,我现在单身。 而后张飞问他,爱情,面包选哪一个? 马格丽特也巧妙回应,我把自己先顾好,这样两个都可以得到。 张飞反问他,能不能接受上班族? 马格丽特却说,上班族我不行,但不是钱的问题。 张飞与马格丽特曾传绯闻。 图华市提供,2001-180306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行不及的支持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